这个地方其实这个等于如果这样考试的话 把什么呢把这个表格 变成这个表格的VBA程式把它写出来 OK 如果以后你假设你参加类似考试你看到类似题 出这个给他冒号后面的话加上他的单位 单位的话是追 追的最下面 因为我刚刚有把它框起来了大概到这边 38 OK 如果你写固定的话就是 I2到38 然后里面的资料清空 就是写这样等于 两个双以后 这样就清空了 清空就这样清除就写完了 接下来的话我要再写一个所属单位正规化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要怎么写的一样 因为字比较多我先拿这个字来用 接下来的话写第2个就是sub 空一格然后把这个名称放上来OK 其实反正以后你按个对应的就是sub的名称 OK Enter一下 有没有它自动会加刮弧跟EnterSub 那你就把程式写在这个sub跟EnterSub中间 那我的需求其实我的习惯会把VBA 这个环境本来很大 那我习惯会把它缩小 为什么呢因为我会一边看 一边写 那首先我的思考逻辑是 我要把这个范围的表格 这个范围 把它丢到这边来 所以因为它这个范围有蓝有列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会先把它的列 用复回圈先 有点像之前讲过forI I的话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这边的话有资料应该从第2列到第8列 所以我这边I等于第2 到第8 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那这样就帮我把哪一列到哪一列框起来 那接下来在里面 因为这边还有蓝 有A蓝 到G蓝 所以一般我的习惯会在这里面按个TAB键 然后再写第2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是 所谓的蓝回圈 外面是列回圈 里面是蓝圈 后面就一定有数字 只有数字才会得加 OK所以后面的话 你跟他讲不能用第A蓝到第G蓝 你要把它改成第1蓝 到 G应该是第7 OKEnter两下 打一个nets 那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你的范围是这个范围 框起来的 那将来的话你透过那个储存格就Sales DID的DJ蓝给他 这样他就知道这个 这个资料你要把它取得 Sales ID的J蓝他就自动帮你把 这个储存格一个一个一个的取得了 OK 那取得之后的话我要做什么呢 其实我是希望把这个储存格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上面这个单位呢就放在 他的右边 OK那程式该如何写呢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打一个Sales 这个储存格 那第I列的J蓝 后瓜糊一下 那因为呢 这个氛围圈 他会先抓2嘛 所以这边位置第2列 然后进来之后会追 就是第2列的第1蓝 所以他会得到正小名 所以Sales ID的J蓝 第1个会先取得就是正小名 那正小名拉过来之后的话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取得这个资料你要干嘛 帮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 如果把正小名复制到这边 还记得吧 复制的话 其实 写的方法还记得吧 其实主要是 后面是来源 前面是你的要写到哪边去 所以我跟他讲说 我要写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中间只要加个等号 跟他讲说帮我写到这边 Sales哪个储存格呢 我们先写2 应该是I2嘛 所以第2列的I蓝 那可是问题来了 OK这样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个就帮我把它复制过来 正小名复制到I2 OK 他问题下一个应该 所以如果等于2的话 那应该变成这个啦 变成成大名 成大名的话呢 如果还放在I2的话 那正小名就被盖掉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让他当我放一个之后的话 他可以怎么样 帮我加1 让他往下放 不要第一次放第2列嘛 再来的话第3 再来第4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记得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k k等于2 那直接把这个k放进来之后的话 那底下就再加一个k等于k加1 为什么 因为k如果放进去之后的话 就是 他刚开始从第2列开始 所以他在I2 然后如果当我放一个进去之后的话 换下一个之后 那我把k加1 2加上1 变3 所以呢列就会往下 就一直往下就对了 那这样我试一下 这样理论他应该就已经 写完 这个部分了吧 应该 这样就OK了 那当然 如果直接跑太快 所以如果假设我 一般习惯按了不拔 竹航跑跑看 那我是建议你们可以 把游标放上去你就知道变数里面的值是多少 K现在等于2 然后再来的话 I现在等于2 然后再来的话 J等于1 所以这个时候竹琴盒里面的资料应该是这个 因为他是第2列的第1 所以这里面放的就是正小名 那正小名呢他复制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的话是IO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值行会变怎么样 你会发现 正小名这个时候呢 他就被复制过来了 应该知道吧 所以有很多同学常问说老师要怎么把储存格 资料复制到另外 就这样而已 他说怎么这么简单 对中间加个等号就好了 后面这个储存格 资料他就帮我把它复制到这边来了 郑小名就过来了 好啊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要往下放 所以K等于K加1 所以K等于K等于3了 3的话变向下一个 那那时候你会发现 他这个跳回去的话 那J就变成2了 2的话指的是第2栏 那I的话呢他还是第1列 第2列 所以其实就变成大名 所以这边应该是成大名 没错 那成大名放在哪里呢 放在I3的位置 有没有放I3 有没有 然后再加1 再来的话应该是 是谁呢 应该是 张小妈吧 OK有没有 所以张小妈再放过来 一直在 再来就成 应该知道意思吧 成 成阿哥吧 OK 好一直在推 所以呢他就一直放一直放 一直放一直放 有没有 那但是会有一个问题产生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这样一直往往下放我把它全部执行好了 好有没有他乖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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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帮我把他放过来的对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会产生什么什么问题呢 你说老师为什么这边有空白呢 因为很简单因为你你 这个范围里面就有空白 有没有所以如果假设空白他也会复制空白 到你的储存格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避开什么呢 避开这个空白的话 那我们需要再做多做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回圈里面 多写一个逻辑判断什么判断呢 就是当这个储存格里面呢一定不能是空的 如果你要做复制的这种动作 假如他里面是空的 那你就不要帮我 不要帮我放 OK那这个程式该如何写呢 一辅 如果呢那个储存格哪个储存格就是指的是这个 如果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就这个 好 他什么情况下才能做下面的事情 就是不能是空的 不能不能就不等 就是不等于 在BBA里面等于是这样 那不等于的写法一定是小于 加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OK这个可能要记下 这个是固定规则 不等于空的 空一个然后 让 OK 有点像一个闸门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一定有个前提 就是你不能是空的 所以像这个是可以 这个可以 但这个就不行 他会怎么样的跳到 底下去 所以你可以在 这个K等于K加1的下面 加上一个N的一辅就可以了 好 那一般习惯会把这两行 先 丢到这边来 OK 来 这样应该OK 就把它清除掉 OK 然后执行一下 看一下 他理论上 有没有 没有 刚刚这个没有清到 所以这个 把它清掉一下 再一次 因为刚刚我们的清除范围就是要38 所以底下没清空 所以我再把它清空一下 再执行 看一下 应该38个里面都有 到 黄小 这个吗 OK没错 但是你说老师 现在就有人员 那单位怎么办 单位 就再做一个动作就OK了 在这个底下 再加一行程式 OK 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先试 我把重点再讲一下 刚刚第1个 就是先给它范围 for i 有没有 所以刚刚只有写 写这样 就是 我是建议我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就自己动手写一下 就是先写 for i 等于2到8 然后for j 等于 1到7 有没有 然后把储存格的资料 复制过来 这边加个k而已 k 变成一定要 然后 k 等于k 加1 OK 这样的话你执行它就会全部过来了 因为里面有一些空白 所以我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可能 比较 不过常打应该OK if 记得 那个储存格就是 sales id的这一栏 指的就是那个范围的 哪个储存格的意思 打错 sales id的这一栏不等于空的 空一格然后 做什么 所以if 这个是条件 这个条件如果发生的话 那才能做这些底下的事情 反之 就跳过去 所以它会跳到 andif这边 OK 所以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解决那个 单位的部分好了 OK 画面先 还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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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